在过去,我们总爱讨论摧毁一个中年人有多么的容易,毕竟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,让他们不敢病,不敢死,更不敢失业。 然而,时代早已改变,如今,不只是中年人,很多年轻人同样过得非常窘迫,因为除了要面对高昂的房租、生活成本外,他们还要为自己克制不了的消费欲望买单。 一、最近,公布的两组触目惊心的数据,让我们得以窥探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。 8月14日,蚂蚁金服和复达国际发布,2018,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,报告显示,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,有56%的承认并未开始为养老而储蓄。 这其中有40%的人计划,在40岁时开始储蓄,而38%的人表示,还没有考虑过为养老做储蓄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调查的数据还显示,大多数年轻人认为舒适养老需要180万,但根据当前的储蓄状况和银行存款利率推算, 在不进行投资的情况下,他们需要长达59年的时间才能存够有足够的资金,达到期望的养老储备水平。 足见,很多年轻人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,都没有清晰的认识,尽管他们存不下钱,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却一点都不低。 与此同时,8月20日,央行发布的《2018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》显示,信用卡于78年未尝信贷总额达到756.67亿元,环比增长6.35%。 对比之下,在2010年,这一数字近为76.89亿元,也就是说,在8年间信用卡逾期额度增长接近10倍,数据来源,央行制图,每日经济新闻这背后,忽然有各大银行为了抢占市场,不断扩大信用卡发抢量的原因。 但它依然值得大家深思,本来,能够成功申请到信用卡,证明都是有固定收入来源的。 结果,还是有这么多人出现了长时间游戏的问题。 为什么,若仔细看看周围,我们不难发现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,花钱速度远远超过了挣钱速度。 待到各大银行信用卡透支完了,就接着从各大互联网金融平台界,而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断买买买的欲望。 二,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往往决定着他的思想观念,对于60后,70后来说,年轻的时候,恰处于中国商品经济较为不发达的阶段,加上当时大家的收入水平普遍都不高,这也让他们养成了节省,爱储蓄的习惯。 然而,对于80后,尤其是90后来说,从一出身就享受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,他们没有经济上的压力,也没有太多传统的束缚,特立独行,享受生活,成了他们共同的追求。 待到他们走上社会,又遇上了消费金融的蓬勃发展。 于是,很多人通过信用消费,去满足自己所谓的欲望,裹上了不将就的个性生活。 图片来源,图从这种鲜明对比,也折射在了对待钱的态度上。 60、70后,的人,即便有钱也喜欢藏着掖着,并不想让别人知道,而自己则继续过着较雷朴素的生活。 但80、90后的人却截然相反,就算是没钱,也要想尽办法把自己被装成很高大上的样子。 前不久,有一个词非常的火,那就是隐形贫困人口,说的就是明明消费能力不够,但却在护肤,穿衣,饮食上毫不吝啬的一群人,他们用着苹果最新垮手机,经常时不时就吃大餐,穿当季新垮衣服,附着一百块一片的面膜。 3、本来,人生短短几时在,用点好的,吃点好的,玩点好的,并没有错,但当欲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时,做梦也就开始了,因为消费和收入已完全不匹配,很多80、90后,不得不过着拆西墙补东墙般的日子,结果,债务越滚越多,待到收入连分期的利息都还不起的时候, 就只能沦为于其不孩大军中的一员,只是,这个世界则会有借钱不用孩的好事,紧接着,外包的催债公司会时不时打电话骚扰父母亲戚,乃至同学,再还不上,那就会被记录到失信黑名单上,从此生活的方方面面,都受到了影响,简直寸步难行,图片来源,图宠,没错,极度超前消费,就这样摧毁了年轻人的未来, 让他们在原本最该积累资本的年纪,却偏偏陷入高债务的危机之中,而眼下,全国信用卡逾期额度,依旧在快速地增长,这说明很多刚走入社,会的年轻人正在重蹈着被消费支配的覆辙,面对这种可怕的趋势,显然,如何克制好自己心里野蛮生长的消费欲望, 才是每个年轻人最该上的第一堂社会课啊,经搜索ID,wwwsocom长按并识别关注21财经搜索,迅速拨开融杂信息的迷雾,聚焦财经热点,传递有效的财经信息,让您在这里读懂财经,玩转财富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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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